咱们今天去画葡萄 葡萄有多种颜色 有绿的 有红的 有紫的 还有啥事的 黄的吧 咱们今天画绿葡萄 我昨天晚上快十点了 给大家画一个新样子 因为我在画集里边有一个葡萄的构图 那个我也挺满意 我又给大家重新设计了一个构图的小样 今天就按照这个来 有叶子 有葡萄 有藤蔓 有石头 还有小鸟 这样咱综合学习 不仅学习画法 而且要学习一下 为什么这么构图 这么构图 怎么能看着留白好看 那么下面就开始 我把这小样 给大家看一看 基本上参考这个 只是我跟大家已经在网上说了 是多少 980吧 是多少 960 980 那快就能够图 根据自己的习惯 那么我现在呢 我想先画叶子 先画叶子 然后呢 葡萄的上端 被叶子遮挡一点点 这样显得更真实一些 更真实一些 那么先画葡萄也可以 但往往有时候画完了以后呢 叶子呢 把已经画完了葡萄的这儿呢 给盖住了 它有痕迹 它有痕迹 画叶子用 皮朵笔 画叶子的皮朵笔 颜色呢 很随意 有高墨 有高墨 有高 藤荒花青 咱们少割藤荒花青 以墨为主 因为咱们画的是什么 绿笔 叶子再绿就顺了 跳不出来了 所以说呢 咱们 调色啊 一定注意调色 大家啊 像这种情况下 不可以上去 因为叶子大 水分要饱满一些 多多少少有那么点 黄头或者绿头 笔尖啊 有点墨 这是画浅叶子 完了呢 在它的底下 再加深 再加深 现在我看入笔了啊 叶子是长状五出 长状五出 不能垂直垂直 不能垂直的话 不能垂直的话 或者偏左 或者偏右 看着我怎么下笔啊 各位 这个角又留白多一些 这个角留白少一些 看着啊 这一半出来了 水分不够 这一半再上来 这就可以了啊 这里再长一点 这是一片叶子 这是一片叶子 干了要浅 干了要浅 咱就样了浅 等它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 再放深的啊 现在不行 那边小叶子 被遮挡住了 被遮挡住了 两片啊 三片组合 一个一一个组啊 那么在哪个再画呢 就打着小样 也不一定按着小样的 一模一样的画下来 不能在这画 这画就垂下来的啊 走 走 压 把这儿 这儿干晕 这点 出销以后也可以浅的啊 干了就浅了这个 所以注意日色查 干湿的变化 先不管它 一会儿我在这个叶子底下 这要加深了 这要加深了 上边 我要画一个反叶子 画一个反叶子啊 一会儿干了在上面 再加一个重的 看出身前面来啊 这样的 给一种跳跃的感觉 这边大 这边要小 现在要开始 加重一点的了 最后在这边 的 他 感谢观看 最后干一干 最后干一干 贴了这个前叶的叶的边缘 加深叶 非常好看 像这个 我挤出来了吗 把这个叶 水分要饱满 因为叶子大 水分不饱满出飞白了 叶子出飞白不好看 调墨 深叶的 画深叶的 就是考虑什么 调整它的构图 哪一地方压得层次不齐 你们这个地方 现在 压比上起 压比上起 最后干了吧 不要再硬 这样子 好 好 有深有浅 它就好看 有深有浅就好看 这是阳面的叶子 阳面的叶子 像大荷叶往往仰着 这时候 用重墨把它连一连 把藤蔓的小支 连一连 让它出了三角 让它出了三角 让我适当的给它点一遍 小斑点都可以 后点也行 我把这块红白树补上了 这个还不空 因为有支麦 一会儿画大支麦 这个要画好了 很漂亮 在这一小地方 穿过来 一笔下 下走 啥样是啥样的 出下三角 出下三角 它就好看 浇浇浏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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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期开支 三期出支 左拧右拧 中间细了可以补充可以补充一下 三期出三秒 三期出三秒 一笔下去 有非白 这是最佳效果 中国的协议化的最佳效果 一秒就不值钱了 先把这个藤蔓先画一画 先画一画 这些量不一样的接触上 前后质质贯呢 这些量不一样的接触上 别连人不好看 这是造型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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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 大白云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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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调二粒 二粒 好 找这个葡萝卜的颜色 然后再大白 太白 笔尖 蘸太白 调太白 笔尖 调太白 各位 先试着画一个 看看颜色好不好看 不往后再调 其实这个汁都没必要画 已经画了我也改不了了 从这边开始 看着 两个笔一个 高光能留就留出来 留不出来就不要紧 因为笔尖浅 把上面那个 画出来 笔尖浅 看见没有 上去以后 就有立体感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再画一个 再画一个 也是这样 品子组合 这是个 半折打的啊 再画一个 这不是个 这不是个瓶子组合吗 哎 两边 一圈 笔度一压 它就出现了深陷 啊 稍稍厚厚点啊 再说厚一点点啊 这三个笔都出来了 然后呢 永远保持笔度深 各位啊 永远保持笔度深 笔尖浅 笔度深 笔尖浅 这边有花青 有藤黄 有二绿 有太白 啊 再接着画啊 一个 圈过来 两个 再过来 有汁怎么办 已经画了汁了 我给它留出来 是吧 说明这个汁 在葡萄的前面 长了一个汁 葡萄的后边 还有汁 这样也可以了吧 说老师有这个画 怎么出了个尖 那怎么办 不要紧 出了个尖也不怕 再接着画一个 葡萄就把它盖住了 这有尖 怎么办 这就盖住 盖住了 笔尖 白 那么现在这么组合了 看来上一期 我在这个地方 我再来一个 注意压笔啊 注意压笔 压笔 因为你笔度绿的多 笔尖白的多 它就出现这个效果了 如果这个高光点 没有了怎么办 也不要紧 后补 我下面我又调一条颜色 笔度我又加了点深绿色的 笔度又加了点深绿色的 看着笔度 笔度又加了点深绿色的 这样调色不太好调 现在笔尖没有浅的了 怎么办 还要来点 还要来点 我在这再画一个 让它错落 这个没有曝光 没有曝光 不要怕 不要忍 画几个浅的了 然后最后笔尖不沾了 不沾白的了 干什么 画几个半遮挡的 深的 画几个半遮挡的深的 从哪画 看见没有 一笔就出来 一个半遮 而且把上面这个 不太规则的这个 糊头呢 给做了一下补充 接着往下楼啊 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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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光不要留太大了 留太大了不好看 就出个小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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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绿色的葡萄都是这么画的 基本上 下面我再来 再来 凝 凝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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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浅笔度 并且 损度 凝笔度 凝笔度 entend 凝笔度 凝笔度 是 但 所谓的 葡萄必须有深浅 没有深浅的话 看不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几个图就换深一些 深一些 假中了 感谢观看 这个特点是在结果的时候 它是上的大下的小 上的大下的小 我的空档我就贴上 贴上 前面的藤条 遮挡的地方 应该留着点白的 好看 浅的邻居 这块我要加深 好看 好看 感谢观看 下午容易犯困 这个时间一定要珍惜 千万不能打走人 打走人你就学不到东西了 再有一种叶子遮挡 这边齐了 这边齐了 我再给他加一个浅的 他就不齐了 中间扣白 中间空白 不要怕的 不要怕 一会儿处理 一会儿处理 我再给他加 空隙 空隙用一支盒 空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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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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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漂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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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